我们继续 我们来讲3A基本理论 所谓的3A就是认证授权和审计 三个英文单词的手字母都是A 认证授权审计3A 那好现在我们聊聊聊什么叫认证 认证很简单 其实就是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告诉服务器说我就是一个合法用户 你就应该让我进去 你就应该让我通认证 当然有很多种办法 有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密码 感觉感受过 然后再复杂一点就是用户密码 一般我们安全是用户密码 就是可以密码可以用户密码 这种认证方式就是我知道我知道密码 我知道用户密码这算知道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拥有什么 比如说你有时候取钱或信用卡 你拥有信用卡一刷就消费了 是吧 那你拥有卡片你就流逼 那你就可以消费 拥有什么这也算认证 还有数字证书数字签名 就是你有签名 你有私要 你能做签名 你有数证书 那认证就通过了 这也算是拥有什么 好 还有一个呢 就现在手机的指纹 那视网膜 面部识别 这些也算 这都叫认证 认证其实就是 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不管是比较low的 比较高级的 反正就告诉你 反而我就是合法用户 你就应该让我进去 认证的强度呢 那与元素有关 什么意思呢 元素越多 那强度越大 啥意思呢 你像那些看看那些电影 那些重要的金库 一些什么几个人在一起 都要三到四个人到那儿啊 所有人都指纹 那又面部识别呀 都在一起 然后把它开起来 那很明显 元素多啊 人也多 然后认证方式也多 然后这个不是强度是要高一些吗 对吧 好 这叫做这个认证强 认证强度与元素有关 就是元素越多 强度一般会越大 不要就最简单的 按理说外国人发明的这个信用卡 按理说就刷卡就完了 对吧 只是中国人说刷卡哪里 可我刷卡不行 刷卡我们有密码 所以说中国人信用卡都有密码 外国人信用卡没有密码的 好 这是一个 下面来说授权 授权呢 比如说授权用户能够使用的命令 比如说你们可以登陆到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实验台 你登上去之后呢 就是一个一级 就是一个尖角 那我登陆上去呢 就是个警号 那我什么都能干 你们就敲不了几个命令 那这就叫授权 权力不一样 敲的命令就不一样 还有用户访问的资源 我们的所谓的下一代访我墙 那其实也就是用户识别 就是我知道你是谁 然后呢 我可以限制 流逼的用户呢 就什么都可以访问 那么这个比较低级的用户呢 比如说合同工啊 或者说访客呀 可能也就只有上载网啊 或者一些普通的服务器的访问 这边呢 这边的控制 还有授权用户能够获得的信息 这是VPN 比如说你播上去 就是这个地址词 另外另外一用户呢 得到了另外的地址词 就是得到的信息不一样 简单的说呢 授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用户都有效的情况下 就是认证都通过的情况下 请注意啊 授权是基于认证的 因为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我怎么可能给你授权呢 对吧 就是认证都通过 用户都有效的情况下 来区分特权用户和普通用户 再来一个让你们记忆深刻的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都是银行的客户 有些穷人插进去100块 有些富人插进去100亿 对吧 哎 这就是授权的区别 咱们都是客户啊 你说都认证了 都输密码吧 都输了几个密码 然后都是打开了页面 都查账 对吧 100块 100亿 这就是差距 这就叫授权 没解 就是认证一定都过了 都是合法优惑 但是就是差别这么大 这就叫授权 审计呢 也比较简单 就类似于像摄像头 生活中的摄像头 来记录 什么人 什么时间 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什么时候上线 什么时候下线 多少流量 执行了什么样的命令 等等等等 这边都叫做审计 就是天天有个 这肯定跟安全有关系了 天天有个东西罩着你 对吧 你觉得你敢随便乱动吗 对吧 摄像头的作用不就这样吗 你看摄像头 你就觉得我们应该老实一点 这就是审计的作用 就是3A 认账授权和审计 好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3A 来 要注意一下 3A这个技术不是必须要使用的 是在某些情况下推荐使用的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聊一下 不用3A呢 其实也没有多大个问题 比如说你们公司有路由器 你们公司呢 有交往机 你们公司呢 有防火墙 你们公司呢 比如说有无线控制器之类的东西 你说你VPN登陆路路由器 穿越防火墙 或者说交往机 你接触的时候认证 或者说无线你接触的时候认证 你本地创建账号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刚才不是有讲过吗 刚才我们不是路由器 这些都是可以本地创建账号的呀 防火墙也可以呀 控制器也可以呀 都可以呀 基本上所有的网络设备 都能够支持本地认证 这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有必要用3A 3A干嘛 本地认证 不挺好吗 抄起来简单呀 用密码 然后就能用 挺好用吧 对吧 好 所以说了解 3A没有必然性 就是不是说一定一定要用3A 没有这个必要的 没有一定的 你看这个本地是完全好使用的 但什么叫3A技术呢 我来解释一下 一般来说呢 你需要去架设一个3A服务器 这个3A服务器呢 可以是10颗的ISE 可以是10颗的ACS 可以是微软的服务器 可以是一些开源的叫Free Radios之类的 甚至Python都可以自己写一个Radios服务器 所以都没有任何问题 就说首先 但不管怎么理 都有一个服务器 理解 好 有了个服务器之后呢 你在这个服务器上呢 创建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和与他们相关的授权信息 这个时候呢 好 本地呢 其实就没有必要创建账号 当然也可以创建 这个用来备份 就是万一3A不行了 然后我们本地备份也是可以的 好 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来说本地仗号呢 没有什么必要啊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 这个时候 你的所有的网络设备都需要跟3A设备呢 配一个通讯协议 这个通讯协议呢 有两个 一个就是URL讲的这个Radios 一个是Takas加 这是思考自己的Takas加 Radios呢 是工业标准 好 了解了啊 就说呢 你要通过这个Radios的Takas加 与3A服务器取得通讯 然后呢 在3A服务器上呢 去要这个用户密码 认证有没有通过 然后3A服务器会告诉你 它有什么样的授权 然后呢 你就可以执行了 这叫3A技术 理解 本地没有问题 3A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这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认为呢 以前呢 本地呢 叫分布式数据库 每个地方都有数据库 然后呢 3A呢 是中心式数据库 在统一一个地方来经过 管理 理解 谁要了解 这两种方案都可行 没有说 就是一定要用谁 理解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聊什么情况下 推荐 请注意我反复用的是一个推荐用3A 比如说 NAS网络访问服务器数量比较多 什么叫网络访问服务器呢 只要给客户能够提供认证的服务的 应该说能够给客户提供服务 并且需要认证客户这种设备都叫做NAS 比如说我是一台录务器 你可以拨住我 VPN拨住我 那我要认证我叫NAS 防火墙啊 我穿越认证 我要认证你 那也叫做NAS OK 所以说呢 就只要能够为客户提供某种服务 然后呢又要对客户进行认证的话 这种设备都要NAS 好 这个比较多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北京联通 那北京联通可能设备有几百几千 OK 几千个设备 那这个需要由几十个人的网管团队来网管 就是这个设备超级的多 几千个 然后呢这个网管小队呢可能也就十来个人 网管这么几千个设备 那好 你说可不可以不用上N 当然可以 你每天 你每个月开个几千块钱 雇俩人 对吧 然后你来了一个新人 就让这俩人说给我创建 几千个啊 创建账号 然后呢说又有一个 走了 好 又让这俩人说 全部给我减个账号 可以啊 有钱任性 我就喜欢 那我们没有什么 这个当然可以 对吧 你就天天开几千块钱 雇两个人 天天又干家账号 三家账号 对吧 那个当然没有问题 你任性绝对可以 但是这个就不太科学了 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用3A 对吧 全部把这个radio大家做好 你来一个人我加一个 全部都好死了 你走一个人我删一个 全部就好死了 对吧 中心网管呢 确实应该有必要的 这推荐你用的 同样的人员变动比较频繁 就经常来经常走 经常就切 那这个时候也应该考虑用3A OK 这个设备比较多 人数比较多 人员变动频繁 你想想这个 如果说用本地的话 这个操作的难度就二大了 依然是不是不可以 完全可以 好 还有呢 审计 至少四个的设备 不支持本地审计 那你要说整个整个要把这些登录 全部要做审计记录下来 这个是必须要用3A的 审计是本地做不了的 你要记录登录登出的时间啊 这些 只结束啊 这个就必须要用3A了 好 这是推荐用3A的 那什么情况下不推荐用3A 我会举个例子啊 什么叫不推荐用3A 比如我们公司呢 也就这么几个设备 人员也就这么五六十个百八个 然后呢 也不怎么经常会有人走 经常会有人来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没有必要做3A了吧 3A有问题哦 3A首先 它那个服务器得花钱 钱就是个问题嘛 是吧 一定要花钱 而且3A呢 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稳定 所以说现在四个的新版本 已经比较稳定了 反正以前我有一段时间 他有什么容易崩 现在没有啊 现在确实比较稳了 现在很少听过他崩的时候了 以前他不稳的时候 我经常见到他崩过 这是一个 还有呢 网络这个玩意儿本身就不靠谱 那网络他给你断了呢 他也有可能吧 对吧 又要花钱 又不太稳 而且3A你是不是需要通过培训呢 你不培训你不是也不懂吗 这些不是都是经历与钱吗 如果说你们公司就那么点人 就那么几个设备 你是在搞啥3A 对吧 你就没有必要了 你把你的钱省了吧 没有什么太多必要了 所以说3A永远要注意 不是必须的 没有什么情况下 一定必须要用 有钱人心里搞 我那天天那么愣 也没事啊 好说完了这个情况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右3A 3A的拓谱 就中间的是NS 就是他首先呢 那这个图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图的NS是比较神奇的 因为他对左面的客户而言呢 他比较如意他的一个服务器 比如说哇 我的VPN服务器 我是什么什么服务器 我要对你提供服务 我是服务器啊 然后呢对右面呢 他就不行了 他是3A的客户端啊 就说我是不知道账号信息 那你需要给我做认证 你要给我做授权 所以NS呢对左面呢 他确实是个服务器 在这右面呢 他作为的是3A的客户啊 这个这个图 再看一下 3A的主要的三大应用 就是第一个呢叫做登录 就说啊 这个可能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 就是你要网管我们的防守墙 网管我们的入屋器 网管交流器 网管网网网网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你登录到这个设备的时候 可以用3A 可以做认证 授权和审计 这是一个3A的一个比较大的用途 网络设备管理 这是一个3A的一个比较大的用途 还有第二个就是穿越 穿越就是穿越防火墙 我们的下一条防火墙 不就是用户识别吗 那你要对穿越用户进行认证 进行识别 对吧 然后才能够做 僵硬的防控制 那第二个就是防火墙的 用户识别 穿越认证 第三大类用的比较多就是VPN 播入 现在各位用我的内部时间台 每天都VPN播入 每天都是通过时刻的ISC来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OK 所以说呢 这个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基本上这三个都是主流用途吧 没有说哪个比较多 哪个比较少的 都用的挺多的 3A主要用于这三个方面 它是后台的支撑 支撑OK 就是前端 前端有入户器给你提供VPN 前端有什么什么来做 后台是3A 当然客户是感觉不到有3A的东西存在的 客户是觉得我拨的这些武器啊 我拨的防火墙啊 跟你3A有什么关系呢 3A是它是这些防火墙武器的后台 好 所以说呢 说到后台 我们要了解一下啊 就是首先 前端呢 里有这些协议 有些VPN的协议 有些网管的协议 那么3A是他们的后台 那么3A是他们的后台 这些技术是 这些 这是3A技术的因 就是因为我要为客户提供这些服务啊 所以说呢啊我需要用到3A 这是有因果关系的 我为什么要说 为什么一定要谈这个 因为有这些 所以说才需要 这个3A这些技术 才需要3A这些协议 他们是果 因果关系 为什么我认为 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讲课每次都讲这个地方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比如说有些学员会问我说 Radius 或者说Tag的家 怎么在路无器上配置 我基本上不回答这种问题 因为你为什么要配呢 他没有任何用 他自身是没有任何意义存在 他没有 他自身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 他一定要说 你做一个VPN 你说你用Tag的家 你用Radius 你说社会管理 你要说Tag的家Radius 我把他算是一个 这才是一个可以问的一个问题 才有答案 你这要非要说怎么配 怎么配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配 没有用 没有意义 你有意思吗 他没有 他是为前端提供服务的 你没有前端的东西 你说配他干嘛 你没点钱的嘛 你陪他 他没有意义 他没有存在的意义 没有前端的话 OK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果关系 如果说呢 你 最近我特别讨厌 就是有学员在群里面问 说谁能给我一个 斯科的ASA的配置指南 谁能给我一个 入入器的配置指南 看这种问题我都烦 这种配置指南不是光网挂的吗 你直接在光网上去搜啊 对吧 光网那白子黑子一直挂的 又不给钱 天天挂在那 对吧 你说你 你说你天天一早在群里面 药这东西干什么意思呢 我这么讲啊 虽然说我觉得 刚才说我说 我好像前两天说过 我说网工比较牛逼 说要么就是售钱 做的比较好 要么就是售后 这个排错比较好 那我觉得 还有一个 我觉得网工你认为 我认为水平高的 就是查文档水平高 虽然说有 虽然说有时候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用鄙视的词 说我说网工都是套路 对吧 就是这个文档 对吧 照着一步一步的做 我说都是套路 我可没有鄙视 文档你找得着吗 你吹牛逼呢 找文档 是网工一个特别大的能力 但东西不好找的呢 虽然说四颗 话是这么说 什么文档四颗都有 这绝对没问题 找到肯定没问题 谷歌也收得靠谱 吹牛逼呢 你找一个试试看 说照着文档打一步 两步三步就打完 是啊 你找着找文档啊 他在吹牛逼呢 说这个东西不容易呢 这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个活儿 当然 找一个普通的一个设备的配置文档 并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所以为了感觉你几天 我做个英话论 我发现又终于被骂 今天我讲了一个 你那个是说讲的太简单了 又被骂了我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是有因果关系 为什么要聊这个查文档的因果关系 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 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你遇到了它这个录音器有VPN 我不知道怎么配了 好 你就查录音器的IOS的配置文档 然后里面就有个文档 教你怎么配 一步两步三步就配完了 然后呢 如果遇到ASA的一个什么特性 你不会配好 你就找ASA的配置文档 一步两步三步就配完了 这是套路 录音器上出事查录音器的 ASA上出事查ASA的 好 有一个例外 就3A的 比如说像ISC 比如说你不知道怎么点啊 这个点哪 我不知道点哪 或者说授权我那个属性 我不知道怎么点 那有人说那好 既然是ISC上出事 那就找IS配置文档吧 我也讲那个没有用 ISC有没有配置文档 有 但是几乎没有用 为啥呢 因为那个配置文档 大概会给你讲 怎么安装 怎么升级 怎么备份数据库 怎么做高可用性 但是绝对没有说 一个VPN它的授权 一些属性 应该怎么设置 这个绝对差不多 绝对没信 你绝对查ISC IS配置文档 就是怎么升级 怎么安装 就是那个东西 有 但是具体一个VPN ISC上面应该怎么来点 绝对没有 那应该怎么来 查文档呢 查前端 查前端 比如说 你遇到了ASA的 这个VPN的 这个Radio的 不知道怎么做 ASA那个VPN 那个配置文档里面 一定有一个Radio的段落 在那个段落里面 它会给你讲怎么做 要查前面的 不要查后面的 后面的没有东西 当然了 非要说升级 高可用性 你会查得到 但是正常 应该是查前面的文档 在Radio的段落里面 它会给你讲是怎么做 这句也要给你讲因果关系 如果说 你老师查后面 啥也查不到 真是 一个重点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因果关系 是很重要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先来讲这幅图 这幅图比较重要 Tag加和Radio的比较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用Tag加 一定要有加号 因为这个加号才是私科私有的那个 Tag加是有这个协议的 是个公有的协议 只是用的很少 理解 好了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 先从这儿开始聊 Tag加是私科私有协议 Radio是工业标准 也要说如果说拿我来讲课 我就只能这么讲 说只有私科设备 能够使用Tag加 其他厂商都用不了 Radio是工业标准 那么谁都可以用 谁也可以用 谁都可以用 我上课 我就只能这么讲 但是呢 有些人会问说 为什么华为能吃Tag加呢 华为更扯 特别有意思 华为有个写 叫华为Tagas 然后呢 因为有段时间 我讲华为的这个课 然后呢 我就会问他说 你们有华为Tagas 你们有华为Tagas的服务器吗 没有啊 没有服务器 那我说你们怎么办 私科三位服务器 纯兼容 完全兼容 彻底没有问题 这个我就没做了 所以说反而我讲课 我只能这么说 我就只能这么说 我又咬死说 就只有私科能够那个 你要说其他厂商能够支持 那我不管 我不是我讲课的范围 好说完这个之后继续讲 Tagas加呢 是TCP 端口就一个 49号端口 比如说呢 那个 比如网络设备和这个商业服务器中间过了个防火墙 或者列表的话 你把TCP49放完就完事了 Radius呢 就非常的复杂了 Radius呢 是UDP的 然后呢会有四个端口 我解释一下 其实只有这个四个我来慢慢给你分享 四个呢其实两套 一套是老的 认证和授权用1645 审计用1646 一套是新的 认证和授权用1812 审计用1813 我们先说为什么会有两套 是这么回事 Radius呢 现在呢叫工业标准 其实也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呢 在成为工业标准之前 曾经是一个公司的私有协议 比如说 他开始也是一个公司的私有协议 OK 那么既然是这个公司的私有协议 也就是说 他想用什么装口 就用什么装口 I用什么装口 就用什么装口 他当时就用了1615和1616 听见 后来呢 成为工业标准之后呢 那么ITM发现 这个装口不能用 因为这个已经其他协议 我已经给了 那么所以说呢 又给他来了一对新端口 1812和1813 这是为什么会有两套的原因 你诱一下 好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两套的原因 好 我顺便再给你解释一下 思科的路由器 跟交远机 也能够看出来 他们两个是不同间的 路由器一般情况下 端口号默认是1645 1646 交远机一般情况下 默认是1821 121813 当然这东西可以改 而且你不用抄四颗商业服务器的心 四颗商业服务器 这四个东口全部开了 OK 然后路由器一般是1645 1646 交远机一般是1812 1813 当然这东西不重要 反正服务器都支持 OK 反正你也可以随便改 但是这是一个默认 可以解释一下 好 为什么会有两个端口号呢 我们先看看下面的解释 radius呢叫认证和授权是绑定的 这个tags加价是3s分离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tags加价什么叫3s分离的 tcp啊 tcp啊 他做认证 好 整一根tcp三次握手 然后呢开始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 tcp结束 好 然后做授权 再来整个tcp 然后呢再做授权 授权做完 tcp结束 好 要做审计 再来整个tcp 然后呢做审计 然后审计 结束 tcp结束 它是完全分离的 也就是说 从理论上讲 可以用一个服务器做认证 一个服务器做授权 一个服务器做审计 这是没有问题的 它3a是独立的 radius呢就不一样了 radius叫认证和授权 是一体的 审计是分开的 那么这个怎么来解释呢 其实要从一个包来解释 我把下周还是我讲 下周我们进入NP 我们进入A4S5.8 下周有两天课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内部的日历 下周应该两天课 其实下周的A4S 就是把这个事 讲得更细致一些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radius要认证 很简单 就是你发第一个叫access request 你把你的用户密码发到这个radius 然后如果说没有问题 那么它就会回一个access accept 你就过了 ok一个包 过去一个包回来 认证和授权 全部两个包搞定 好那怎么就两个包搞定 那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包 这是客户发过去的 就是这个这个录游器发给三位服务器的 用户名 唯一 仅仅被加密的就是 我们后面会讲 这个radius呢 看看这个方法 这个大家的全部被加密 radius仅仅密码 仅仅仅这个位置被加密 就是说在所有的认证授权和审计 这些所有的包里面 只有认证的第一个包里面的这一个位 这个地方是加密的 密码是加密的 其余全部名文 radius ok好 用密码发过去了吧 服务器看一下 它如果回这个code 2 就是access accept 就是ok 这能够啊 没有问题 ok 但是呢 它在第二个包里面 也会把授权内容付在里面 比如说 这是一个授权的列表 这是授权的一个级别 ok 甚至还可以授权 还可以例子 但这个其实没有授权 问题就出在这第二个包 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包里面 既有认证通过的信息 看到了吗 也有授权的内容 看到了吗 一个包 既有认证信息 又有授权内容 这就叫做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 它就是一个包实现的 理解 一旦认证通过 它会把你所有的授权内容 通过这个包 一起发给你 这叫认证和授权是一体的 这就是为什么 叫做认证和授权需要一个端口号的原因 理解 审计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 可以一个服务器做认证和授权 另外一个服务器做审计 这还是可以的 好 刚才感知到了 Radio是只有那个密码是被加密的 Tag之家是全 就是所有的认证包 授权的包和审计的包 全部通通被加密 所以说Tag之家也会更安全一些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有些人觉得 Tag之家高科技啊 高级啊 反正我应该用Tag之家应该不要用Videos 错 彻底错 师科现在基本上也不怎么推荐你用Tag之家 师科只推荐在一个地方就是师科自家设备管理 就登陆师科自家设备管理来做认证 授权和审计的时候师科推荐给用Tag之家 因为师科自家设备嘛 那些授权可能有些特殊的授权码 用Tag之家会比较好一些 除了这个以外的全部全部重要的实验 比如说Vpn啊 IPC的Vpn 但是这是推荐用Tag之家实现的 其实全部都应该用Videos 全部 而且不可以用Tag之家 就只能用Videos OK 好 好 下面呢我们又来说一下我去年讲了个进化论 然后呢说Videos不是不加密吗 好 去年进化论我讲了一个这个叫做Videos的TOS 就是用TOS来保护Videos的流量 这个技术是有的 而且IS也是支持的 去年的进化论我也讲过 去年的进化论还扩展了一下 就是说Videos能不能够做独立授权 其实也是可以做独立授权的 你们感兴趣可以看看去年的一个 多少期我想不起来了 反而是一个Videos 叫做奋进的Videos 因为就说Videos不是说不能加密吗 现在我能加密了 说Videos不能独立授权吗 我可以独立授权 那期我就讲了这些细节 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明文的 不能独立授权 因为认识和授权是议题的 好 差不多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回来讲IS的部署 然后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实验